美国陆军 在相继下马了FCS未来战斗系统,和否决了重装机械化方案之后,最终出现在10人眼前的是斯特瑞克这一款妥协了各方意见的成果,而它最值得称道的一点,就是可以用美国空军现役战术运输机C130进行空运,除此之外斯特瑞克车族的火力,防御都很普通,远远落后于其他各国的同类装甲车,图为国际军事比赛 在2018中,公开展出的11式轮式装甲突击车,而在近日,于国际军事比赛2018的民间参观环节中,同样是大八轮的中国海军陆战队11式轮式装甲突击车斜展牌公开现身, 让美国人不免大跌眼镜,因为这辆搭载了长身管105毫米,现堂炮的轮式坦克,骑车重仅有23吨,相应的,中国空军现役战术运输机运9的最大载重为25吨, 这意味着11式轮式装甲突击车,不仅可以买油料的开上运9的机舱跳板,骑车组成员也可以一同随行,不必搭乘另外的运输机,当然了,重量较大的弹药, 就只能由其他运输机携带,或是在前线就地不挤,图为使用顶制式炮塔的M1128斯特瑞克,MGS轮式装甲突击车,作为对比,斯特瑞克家族中的轮式突击炮,虽然也拥有105毫米现堂炮,重量也要低于11式轮式装甲突击车, 但这是以顶制式炮塔,作为代价换取的,和11式轮式装甲突击车的传统炮塔对比,其自动装填系统的可靠性问题,车掌和炮手的观测瞄准视野问题,都很突出,唯一的优势是顶制式炮塔拥有较小的重量和体积, 但11式轮式装甲突击车,却解决了这个鱼和熊掌的难题,笔者当然无从得知他如何解决了这一难题,但他确实能装近越九战术运输机,仅此足以,图为公开展示上,披露的11式轮式装甲突击车各项数据,车高和宽度均小于运久的货舱最小尺寸要求, 此外,鉴于105毫米线坦坦克,炮和后座结构的惊人重量,我们还可以得出一个结论,09式轮式步兵战车,的30毫米机关炮炮塔,其重量绝对较11式轮式装甲突击车,的105毫米坦克炮炮塔,要低不少,图为出口海外的VN109式出口型,注意其后部的螺旋桨推进器,能上天能入水, 大巴伦确实能令斯特瑞克汗炎,那么,我们可以根据这个炮谱的官方数字推断,09式轮式步兵战车的权重将低于23吨,可能在20到21吨左右,这意味着同样是装进各自空军的战术运输机, 斯特瑞克基本型的火力仅有一艇M2HB重击枪,而09式轮式步兵战车这边则有一门三,零毫米机关炮,更有另外的反坦克导弹可攻趋势, 二者火力根本不在一个数量级上,图为全新安装30毫米武器,站的斯特瑞克步兵战车, 当然,驻欧前线的美军机械化部队,也开始逐渐换装,但30毫米机关炮武器站的斯特瑞克, 这门30毫米机关炮论威力和精准度是要比09式轮式步兵战车更高无疑, 但在空运时,这门炮连带遥控炮塔,一样要拆下来另外运输,追根究底这就是美国陆军在国会前置下从一个凑合逻动,到另一个凑合的典型例子, 相较09式车族的一步到位根本没法比,更何况,在大八轮高速生产,大量换装,频繁使用的背后是经验的快速积累, 由此中国新一代轮式战车的形象也会变得越来越清晰,追赶和超越,这才刚刚开始,利润特尊重内容,从尊重作者开始,转载,合作请私信联系我们。 感谢观察